打算讓國會支持韓國瑜當院長嗎 主席睡得好嗎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才剛落幕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位居老三 隔天一早七點半重回工作崗位 因為他沒有放棄 繼續再戰 只是選舉結果不盡人意 ptd網友好奇問 民眾黨二零二八還有希望嗎 不少鄉民看法悲觀 認為四年後藍綠大拼場白的只能玩殺 而第一時間白銀內部也搶先抓戰犯 前民眾黨秘書長謝立功 矛頭指向科辦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認為選舉結果不理想 黃珊珊應該為此負責 臺灣民眾黨本來就是一個多元 多元意見的政黨 所以我們會堅定的走自己的路 過程中都會有一定的變化 反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面對部分區順位第一 黃珊珊一早也在臉書強調 直到最後一刻才確定成為部分區第一名 因為這個席次本來是希望與國董團隊協商 營爛他推薦的優秀人才黃珊珊隨時可進可退 如果是藍白河到底能不能引領執政黨 那這個其實因為沒有成型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不想這個檢討過程 檢討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聲音我們都給予尊重 柯文哲雖然總統吞敗 但民眾黨奪下力願八席 面對三黨不過半情勢 在藍綠間怎麼操作槓桿平衡 引發關注 在內新聞區趙文羅佩儀台北採訪報導 在內新聞區趙文羅佩儀台北採訪報導 不是光滴 不見! 不是光滴 還沒 看